这个男人好惨啊 整艘航母上全是美女 只有他一个男人 每天都会接触各种危险 稍有不留神 就可能万劫不复啊 就在几天前 航母上的战友还都是男人 阿伟在打扫甲板的时候 一个战友推着导弹经过 阿伟定睛一看 导弹上的美女竟然在和他打招呼 这时真的就有个美女 过来跟阿伟打招呼 顺着美女手指的方向看去 前一秒还是大老爷们的战友 这些全都变成了 不白貌美大长腿的美女 突如其来的一个飞本 吹得阿伟神魂荡漾 他就忙去找舰长汇报 可谁知舰长也变成了 前突后翘的大美女 阿伟吓坏了 他赶紧藏进了卧室 可是正在睡觉的兄弟们 全部变成了宅男杀手 阿伟犹如进了盘丝洞了 还好他身手敏捷 躲过大长腿的包围 来到过炉仓 这里的妹子更加狂野 尽亏阿伟定立强 才没让他们轻易得手 阿伟逃到了厨房 原本满面油光的厨师 也变成了婀娜多姿的小姐姐 阿伟慢慢地相信了这一切 他心里甚至害死 还有点米滋滋的 这时呢 两架战动机飞回航母 顺带地在空中 比划了一个爱心 所有的美女聚集到甲板 他们将阿伟围在中间 舰长也走了过来 阿伟想敬礼 却被舰长拦下 他顺势拉着阿伟跳起了舞 阿伟开心坏了 他刚要亲上去 突然面前的舰长 变成了男的 周围的战友 全都变成大老爷们了 原来啊 这一切都是阿伟幻想的 当然呢 航母上 也有那么几个真实的小姐姐 如果能让你在 全是美女的航母上 你会做点啥呢 好了 我是破绝 咱们下期再见啊